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Galette 如果有follow開我IG的朋友 就應該略略都會知道 雖然我一表人才 但其實骨子女是一個爆毒迷妹 而令到我中毒禁心 那么迷戀的就是拥有超级颜值和实力一流的Astro 他们出道已经有4年那么久了 但是在今年9月14日这个日子 他们终于推出了小分队 分别是由我的本名Mombie 和队里的王内三虾允铲鹤 他们两个组成一支小分队 推出了一支mini album 就叫做In Out 真是万众期待 很想知道它今次会是什么风格 现在已经是L.A的时间深夜2点了 我终于等到他们的新MV在YouTube发布了 事不宜迟 Loha,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萝卜了吗? 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破除 进行我第一次的MV reaction 好紧张,现在要看了 现在一白一黑 三虾是白色的 Binni是黑色的 现在三虾就躺下了 Binni就看着它 三虾睡一觉 三虾睡一觉 我想这三虾是在做梦的 好帥啊,神仙啊 好帥啊 这个衣服我最喜欢啊 手臂 这件衣服 都这么多 正宗啊,黑鞋 好帥啊 好奇怪,他们两个跳舞 坏蓝牌 这线的好帥啊 衣服 嗯,真的嗎? 露得咬这个蠶腾 你们 такого SHA-BINNNNNIC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地圖又圈了 我的心 每隻地圖都掉了 這個白色衣服 可以再開低一點 好一點 打架 平時打開 好多賓 這次真的很戲劇性 好大 他不是寶寶 這套打歌服真是不得了 穿了這麼多個洞 我的心空了 這次的MV 好像賓尼在劇透中所說 是很有電影感 是需要演技的 你有沒有看到 他被三黑打過一下之後 那個樣子 真是 又愛又恨 而且 也看得出 這次方社 真的有丟本去做MV的製作 你看到那些場景 真的比以前的MV好多很多 而且 有這個故事性 支撐著整個MV 你會覺得是 很有一種成熟感 Astro終於邁向了另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小分隊 所走的那條路 是非常之正確的 我想他們就是想著 藉著這個小分隊的風格 來慢慢令到Astro走向另一條路線 就是一個轉連點 對 但是 怎麼說呢 雖然這個MV這麼漂亮 但是 作為一個團粉 我覺得美中不足的 就是好像欠一些東西 沒有其他那四件在 有點奇怪 雖然充滿著 我喜歡的Bunny在裡面 但是 看不到其他人的時候 心裡好像有點空虛 所以 唉 這個真的是團粉的糾結 Anyways 今次就是我第一次為我的Bunny 而破處 破處 對 是我第一次做的MV reaction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還有希望大家要多多包涵 因為我也知道我中間是有很多DAD AIR 因為只顧著看 嘴巴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還有 希望下次他們六個人可以快點再出碟 那我就嘗試 再做多一次這個MV reaction 那 大家Loha 記得要努力 用心地刷瓜 要為我們的偶像 加油 讓他們可以走花路 好了 那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